千年大运河又迎来年度盛世 10月21号至23号 2021中国大运河文化带金航对话 于浙江杭州启目 本届金航对话 以走向共同富裕的千年运河为主题 本次活动为期三天 将开展一个开幕式 记忆主论坛以及多场子活动 即正产学研成果发布 专家研讨 文化交融 艺术雅籍 文旅推介 科技交流 产业落地 媒体传播于一体 共同组成文化盛宴 在主论坛中 主办方负责人和国内外政产学研各界嘉宾 共同为中国大运河文化带 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声 为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建言 为千年大运河走向共同富裕 献策 大运河在这里穿越而来 流产千年 补育了一千年 补育了一代又一代 依和而居的人们 从历史中走来的大运河 每年都在创造新的历史 希望以京韩对话为平台 我们不断加强与浙江和沿县各地区的交流合作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携手保护好 传承好 利用好大运河文化 我们足愿 大运河两单的北京 浙江省杭州市 能携手积极扩大朋友圈 汉群协同发展新路径 以高质量的发展 引领运河一线 共同富裕 走在前列 进一步乏力带动中华民族的伟大福星 本届京韩对话的主题 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千年运河 这富裕了大运河 千年运河的韵魅 一个新时代的历史新的使命 北京通州市千里运河的北手 杭州拱树位于京韩大运河的最南端 在主轮坛上 北京通州区将与杭州拱树区 签署地结友好城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杭州运河集团 也将与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 进一步推进两地合作 据悉 2021京韩对话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杭州市人民政府 中国新闻社 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办 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杭州市运河集团 杭州市原文局 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 杭州拱树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中国新闻图片网 北京粤讯杂志社 承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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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